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的题目是老八不屑散户八市 结果呢昨天下跌之后呢一直啊晚上在除了从技术面上找原因 我看看是不是基本面上又有什么不好的消息 因为昨天尾盘的跳水啊比较的奇怪 就是说本身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应该下跌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我上期节目和上上期节目的 我跟大家说了我让耶伦背锅是不正确的 但是呢应当是在纳斯达克一万三千点的时候呢 一万三千五百点的时候呢 呃双方呢有一个缓冲 我说最好是昨天啊也别往上拉 这是我昨天原话 大家可以看我昨天那期节目 能够受一个十字心是最好 但是昨天呢 早盘呢拉了一下 拉了一下呢 其实五盘呢挺平静的 挺平静的呢 突然间在尾盘的时候开始跳水 呃我在盘中的时候啊从技术面上发现了这个问题 呃大家可以看啊 这是写的昨天12点钟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就给我的群里的群友就发了一个消息 我说跳水可能要开始 啊当时还没有跳 当时还没有跳呢 我说估计呢至少得跌两个小时 结果后来事实证明确实是跌了两个小时开始往起拉 但是我说看尾盘是否能收回来 这都是当时预判的啊 结果尾盘没有收起来 没有收起来呢 咱们就得找找原因了 当然了这是表面上的原因 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很多人都注意到的 呃如果要是光是这些原因啊 今天我就不说这个了 呃昨天晚上都挺晚的了 我我都是开始准备的 说把老爸那个口子给缝上 结果呢 临近睡觉之前 呃那会已经 就是中国的A股 因为从昨天中国A股开始 我这块盯着A股盘 因为现在正在这个跟我的副手交接当中 可能到7月份 我这A股呢才能彻底的停了 呃 所以A股呢 我还是在这个盯盘当中盯到中午的时候 A股休市 呗喊出了一条消息 我才看到了这个 关关于这个拜登啊 由我认为 我读完了之后 认为有点急功近利 咱们待会再说 咱们先说这个经济数据啊 4月30 进行的这个抵押贷款申请 呃之前呢是 2.5 然后现在呢是负责了这个 0.9 呃总体上来说呢 现在对房屋申请呢 还是比较热的 但是呢我们可以发现 距离 三月份的高峰热度 已经有明显下降 这一点是我们大家需要特别明确的 我们明确这一点是 为什么呢 就说明啊 现在人们可能自身就已经觉得 房价有点过高了 那么在这一点上来说呢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而ISM服务指数 预期呢是64 但实际上呢是62.7 有人呢就把这个解读为啊 不及预期 但是我要跟大家说 这个62.7 也是 非常强劲的一个数字 一般的情况下 有50为融枯线 呃通常来说达到55 都算强劲的 指数 那么在现在这种情况下62.7 虽然不及预期 那么我反倒认为 这是应当是一个防止经济过热的 一个更好的数据 啊 当然了 市场怎么解读呢 咱不知道啊 从昨天目前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当是 不太好啊 但是我觉得跟这块没有关系 有些 这个分析师啊 就不不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 大家可以看啊 就认为是这个读数的问题 我不认为啊 在这之前呢 我有过想法 就是 是不是因为这个数据啊 导致 基本面上有些不太好 除了技术面的原因啊 咱本身说了 技术面上 它也该回调了 后来 夜里头发现了那条消息 不是 然后呢 是这个ADP变化 预期呢 是要增加就业850万 然后呢 实际上呢 增加的也不及预期 但是呢 是自从2020年9月以来的最高的读数 这是啊 2020年9月以来最高读数 而PMI就不用说了 PMI既高预期也非常强劲 还上了60 PMI能上60的情况下 在美国几乎没怎么出现过啊 在过去的30年之间 过去30年之间 几乎没怎么出现过 中国也只有在 胡温时期啊 在那个 就在那短暂的 呃 那个 呃 江那个 江珠时期啊 没有 出现 都没到这种数字啊 因为江珠时期不是开始是亚洲集中危机吗 然后最火的时候就是胡温时期 呃 在这个08年之前那一段出现过 后来呢 08年之后呢 包括4万亿都没有达到这个60以上的这个情况 除了当年啊 除了当年 他刚一推出4万亿的 呃 第二年啊 第二年出现过60以上 也没有达到说64 另外我们看 两个消息 一个是美国铁路协会的美洲铁路运输报告 载云量比去年同比增长了29.6% 然后我盘中呢 跟大家就 发出了一个消息 我说大家呀 最近 注意一下这个 运输股 啊 这块呢 我这块 大家可以看 是昨天中午 我看到这种数据的时候说的 我说似乎是以上一个峰值 这绝对不是我们要的效果 就是说由于 仍然 有较好的 但人们想象的没用的好 但是由于ISM的强力 最近发现 运输板块 异动明显 大家可以关注 啊 这是当时我就说 给大家了一个提示 我说 大家可以看看运输 昨天呢 确确实实啊 运输板块也不错 但是呢 晚上啊 我看了一个消息之后呢 我现在 对于这个运输啊 能不能持续 现在都 不敢说啊 都不敢说 但是我总体上觉得呢 短时间内 就说你做短期炒作 一个月两个月 我认为运输还是非常可靠的股票 它可能涨的慢一点 但是应该 不会有深跌 美国贸易代表呢 现在是支持 是呃 世界 世贸组织当中 放弃这个疫苗专利 这一条是昨天引发 整个疫苗股板块 集体下跌的原因 那么这样呢 就带着 纳指 做了第一波下跌 这波下跌 我们把昨天的分尸图打开 咱们就看纳指100就行 啊 这波下跌 这是由于啊 疫苗的原因 当时呢 在这有一波拉升有 我在这块的时候 我说 我说不对 啊 大家可以看 我当时12点钟说了吧 我说这块下跌 要跌两个小时 哎 我们可以看 两个小时 那么也就是应该是在这 在这 对吧 我在这说了 在这块的时候 就开始恢复了 原本它应该是 在这个位置呢 即使上不去 再下来 应当是走出这样一个情况 昨天在这应该稳一稳 那么就收出了一个 咱们预期的十字星 就是说是期盼的啊 也不能说预期 期盼的十字星 但是昨天没有走出来 那尾盘这个跳水 是什么原因呢 后来发现了 是拜登 啊 拜登 新任命了一个劳工部长 叫沃尔什 现在呢 他们俩人合计着干什么呢 要让美国的 这些巨头 把他们的临时工 也就是independent contractor 或者一些零工 就是所谓的part time 或者灵活 这个时间的 就flexible 这种 劳工 要全部 让他们变成一个正式职工 有人说这不是好事吗 你看那个咱们中国那会儿当年弄那个劳动法的时候 这不是好事吗 大家注意啊 是大国 若烹小鲜 你现在美国经济是刚刚恢复的时候 你现在如果要让这些人都报w2的话 无 无一是增加企业的成本 那为什么他要让w2呢 是为了美国工人 那个 多挣点钱吗 我告诉你 美国工人也不愿意报w2 啊 美国工人也愿意报1099 他也不愿意报w2 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府税的问题 这帮白左 说的 嘴上说的都好听 实际上干的 那都不怎么样啊 那那事儿 而且呢 一点战略眼光都没有 那到底怎么治国 我都怀疑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知道 啊 你有人说说 那你你治去 我没那本事 我没那本事 我也不竞选总统 呀对不对 那对吧 咱们有自知之明吗 呃 那么 这些人 你说说那他没有治国本事 他怎么被选上的 人气是有自己的政治考量 注意啊 政客 或者说叫政治家 他自己的政治考量 他自己的政治小算计 他可能有 但真正的治国的本事 不是哪个人都有 对于他这一条来说 我觉得呢 就不太 合适啊 对美国经济的现状来说 而对这一条影响比较大的呢 一个是Uber 就是也有叫Uber 就是Ubo 啊 那个 就是 网约车 另外一个 就是亚马逊 有的人说说 这跟亚马逊有什么关系 亚马逊不是卖书的吗 是吧 卖卖商品的吗 大家注意啊 亚马逊 我们大家可以看 他们好多开着这个亚马逊车的 就在奔驰的那个满车送货的那 那些人 他们不报W2 他们很多报的都是1099 或者independent contractor 直接他们是买过来车 或者叫lease 就是从亚马逊手里头 leasing那车 leasing来了之后 他们只是一个 呃 contractor 不是报W2的 报的是1099 这样呢 基本上他们的每月收入呢 我跟这些司机聊过 能应该能比他们报W2 高出来700美元左右 如果跑得狠一点的话 就是说线路比较熟 呃 比较这个积极的那种 说是一个月能多出1000美元将近 大家注意 在美国的这个工资体系当中 呃 这种蓝领工人的工资的工资差 基本上是300美元 就是一个档次啊 就是300美元 就能够拉开一个档次 就有人愿意 多赚这300美元 他就愿意加一些空时啊 或者付出更多的劳动 而对于一些高端的产业 就比如像什么计算机啊 精算师啊 他们之间的价差是多少呢 就是一个一个等级 你因为精算师是什么 从7级到9 你也不一样 他们的等级差也不过是1500美元左右啊 也就是这样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他要是做contractor和这个W2 这个就是报1099和报W2 能够差出了这么多钱的话 恐怕对于蓝领工人来说 我们所谓的那那那种 那个labor的这个 worker这种这种人来说 恐怕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同时对公司的支出 那么有人说 那你这光说人了 对公司 对公司支出 因为要是报W2的话 首先来说 他就有一个15.6% 在我印象当中 应该是15.6%的这个社保 就相当于 那个中国的社保费用 在美国是揉了税里的 他是在联邦税里的 直接就给报了的 这一下就把公司的成本啊 给加上去了 等于是这件事 是双方都不唠好 除了亚马逊之外 我们再看Uber 我们看Uber 昨天也是走出了这种态势 那么这种态势 就说明市场对于拜登的这些东西 非常的不感冒 不是说是一般的不感冒啊 是非常不感冒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 市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跌的呢 这块 是正常的 应该是从这开始往上反弹 他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啊 一点钟左右 发布的消息 12点多一点这块 因为 电视报道爆出来啊 是一点 但是实际上他发消息呢 应该是在这就已经出来了 哗就一路走低 本身 现在 股指这 就是股票这一块 或者股指这一块 就成压 就有回归的这个需求 拜登这句话 无疑是刺激了 刺激了市场的下跌 还不是刺激那个市场的上场 除了这些 我们再来看 我给大家就说 说几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就只要跟这个 看 跟这个运输 就是跟这种 Independent Contractor的这种运输 有关系的 接的都比较大 而我们看啊 传统的运输行业 还是可以的 因为咱们刚才说了 整个美国的现在运输业 还都是比较不错的 而 主要以这种零工为主的 还有一些就是 这个Lamper的公司 这Lamper的公司呢 是就是 那种 伐木工人啊 那个扛大包的 就是咱们所谓的 啊 这这样的工人 他们现在也要纳入W2 那么像这种事呢 本身就是 比如说现在warehouse里头 很多 都是啊 比如说像Costco 他是本身报了一个W2 然后人家下班呢 因为Costco一般情况 就只上七个多小时 就可以了 他们下了班之后 就是我知道了 我周围的朋友啊 他们的很多的这个warehouse里头 都是雇的这样人 然后上他这干两三个小时 他赔人家一笔钱 像这样的 他也要求人家来报W2 啊 包括这个企业和个人 其实就是为了税收 嘴上说的都是为了工人的什么利益保障 我就给俩字啊 咱们那个 说说句不好听的 就是放屁啊 那这真的真是 就是放就是放臭气 一点用都没有 而除了这种运输 还对什么企业比较惨淡呢 嗯 一类是就是演员 呃演员 这个这个演出类的 演出类工会呢 原来呢 有一段时间的 他们的剧组本身 有 比较固定的这个形式 呃 但是呢 剧组我们知道 可能20%的人 是这个W2的 但是8% 七八十七十我都少说着 都是contractor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他要是倒过来的话 那么这种 演员 就这种拍摄成本 就会大幅上升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 我们就要注意了 就是电脑的程序员 部分程序员 如果是一个大公司的程序员 还好说 现在有部分电脑程序员呢 他本身呢 是一直承包着 就是公公司的一个业务 自己呢 有一定的能力 现在呢 他要把这些呢 也都归属于这个 公司的 呃 就是内部员工 这一点呢 其实硅谷那些本身 像什么谷歌这些东西 大多数都是内部员工 但是他们本身的很多维护 就是网站的开发 就是程序 写程序的 大多数都是他们的内部员工 但是开发 但是维护这个程序的 很多都是外包 那么在这种情况 如果他是在本土外包的话 未来他就希望给他们纳入到 W2的这个范围之内 这样 一下就把市场给吓到了 啊 那么 可能 会适得其反 有些工作岗位 反倒会因为拜登的这种激进 永远的离开美国 那么对于亚马逊这样的公司 因为他是送货嘛 他没法离开美国 你必定得真人送货嘛 那么他可能就会削减这样的工人 啊就可能会削减这样的工作 同时如果他不削减的话 那他一定会利润会向低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 拜登这个是一个非常急功近利的走法 那么今天呢 又临近开盘 咱们再说一下大事 大事呢 昨天晚上啊 拉的有点猛 我们可以看啊 这一块 从昨天夜盘的时候 我因为看黑股的时候 我们就看这往上走 我说可千万别往上走 千万别往上走 结果还往上走啊 念了半天 呃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看啊 他现在有可能在 开盘之前 有一个下跌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看开盘之后 双方 买卖双方 能不能达成一个平衡 从小时线的角度来看呢 我觉得呢 短期呢 应当可以达成一个平衡 不排除开盘之后 两三个小时啊 有一个下跌 也就是上午的时候 有一个小幅的下跌 然后呢 应当是进入一个修复期 在一三 五零零 就纳斯达克而言 一三五零零点 因为双 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双方 达成一个相对 短期的共识 但是呢 这个共识 我认为会非常的短暂 应当也就是 金鸣两天的事 啊 在这块 正好 又是这个缺口处 啊 又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 这块正好是季度线和五十天均线 又是这个下方的缺口 应当是在这个位置 买卖双方 多空双方 达成一个共识 在金鸣两天 应当有一个小的反弹 反弹呢 由于上方缺口的压力 我不认为能过去 有这么 有拜登这种激进的方式 我认为他还会下探第二角 下探第二角的话 就是应该是一三二零零和这个 一三零零零 啊 我觉得一三二零零到一三零零零 这个区间 才是一个真正的 绝对的 支撑位置 我昨天就跟大家表达了这个观念 我觉得呢 这个一三二零零和一三零零零 这个区间 非常非常的 强劲 当然了 如果这个位置真的在破了 那么就可能是华尔街这些人 人家不打算玩了啊 最近三个月都不打算玩了 那么我们可能就休息休息 需要 重新整理了 那么今天的节目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您订阅点赞加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